纪念雪宫恩师 生于清光绪十六年 也就是民国前二十二年 西元一八九零年的腊月初期 足于民国七十五年 西元一九八六年 四月十三日 农历是三月初五 享世寿九十七岁 雪宫自民国三十八年 随孔奉寺官德成先生 由大陆来台 至民国七十五年 往生为止 整整三十八个年头 一直都住在台中市 老人家以儒入佛 归于净土宗十三代祖师 映光大师 一生以弘扬佛法 即振兴儒家中华文化为职制 雪宫白天 除任职 孔奉寺官府外 也在中部各大专院校 讲授本草 礼记 唐诗 佛法概论等科目 前次准备 晚上则在台中联社慈光图书馆等处 讲解佛经、古文、历史和论语等课程 受雪宫教化及精神感召的学生 联友,遍及台湾全省及海内外 所以雪宫是无数人的恩师 民国39年,雪宫与董正知、徐兆生、朱延黄、张松伯等数位居士 筹主台中市佛教联社 一年后,由许克衰、朱延黄两位大德发心募资 构得台中市绿川、南眉、绿蹄像、明社一栋为设置 也就是台中联社县纸 联社成立后,雪宫守定射峰十条 旨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积德求学、深信因果 又定设物三大方针 一是讲眼如佛经典、化导人心 二是集中念佛、各求当生成就 三是新办文化慈善事业、以利道德而善风俗 在将近四十年的中间 台中联社就在这样的宗旨下推展社务 一批批的莲友 一年年的前来接受如佛的教化 雪宫长年 奖金受课 辞光图书馆 每周三的华言经验 成了数千人增长会命的资粮 老人家一直到往生前两个月 还依然奖金不错 并且在联社挑灯讲授论语 希望圣贤的言教 伸直在青年学子的心中 老人家常告诉学生们说 我来台湾比台湾人更爱台湾 老人家爱习的不是台湾的阿里山或日月坛 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民心 老人家教导青年学子 要有人格 要有道义 要孝友至家 要行菩萨道 要精勤念佛 要了脱生死 因此 雪公新办慈光图书馆 慈光育幼院 慈德幼稚园 菩提医院 菩提仁爱之家 等等联体机构 切实从文化 慈佑 安老 等慈善事业 来移封化俗 救济众生 白衣学佛 不离释法 必须敦伦进奋 处事不忘菩提 要在行解相应 雪公如是劝勉 指引学生 自己更是依此而行 他老人家 爱国 护教 悲悯众生的工作 一直在默默进行着 不求名问利亚 远离歌功颂德 本集 вообще都质疑了 这种事情 是因为 他们在这里 这种事情 我来说 你 我来说 我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人家说,捧出心来与佛看,他不断地要弟子们以诚心、识意来学佛、学乳 临终前更以一心不乱四个字为其最后的演讲 雪宫往生了,留给弟子们无限的追思与怀念 在雪宫往生后的四十九天中,莲友们在莲舍日夜念佛回向 然而,成恩容易,报恩难 年有弟子们,要如何报尽这法辱身恩啊? 台中联社在民国八十年四月,雪宫往生的五周年 特辟红道楼一楼为雪卢纪念堂 永久陈列雪宫、衣冠、文物、法相等 愿老人家的精神,永远责备后学晚生 现在,请听弟子们迎送一首雪宫的诗《残竹》 来缅怀老人家的精神与悲悦 残竹 未来心肠热,全年爱度远 但堂光照远,不惜寂寞生 未来心肠热,全年爱度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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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光临,尽情指教。 雪如倒影 山高水长 春去秋来,日月如梭,开创台中连设的雪如老恩师,往生至今已经有十年之久了。 十年,在这不算短的日子里,大家都充满了感恩与怀念。 不过当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自己的道心增长了吗?做人尽奋了吗?往生有把握了吗?的时候,是否内心会有一份愧疚? 记得雪公曾经说过,十年不读书,秀才如白钉。 如果十年不修行,那么菩萨也会变凡夫啊。 十年来,失去老恩师慈悲殷勤的教诲和菩萨精神的感召,就像没有烛光的照明指引,摸索在黑夜的迷途,倍感彷徨无助。 在纪念老恩师往生十周年的今天,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老人家昔日的严教与身教。 雪公老恩师从民国二十五年,在山东受菩萨借后,到民国七十五年。 这五十年来,老人家把全部身心都布施给众生,奉献给佛教。 老人家说,我求法是跪着求来的,红法也是跪着送出去的。 对台中联社的联友而言,大家的慧命和善根,都是老人家跪着护持和提拔起来的。 老年有张庆祝师姑就常说, 像这样浩瀚的诗恩道德,真是比山还高,比水还长啊。 民国七十四年五月间,台中联社佛学启蒙班。 为了慧练中年辛勤的辅导老师们,特别举办了山灵溪放身郊游。 雪公当时,虽然法体欠安,尽自慈悲地答应一同出游。 启蒙班的年轻老师们,各个欢欣鼓舞,喜出望外。 终于实现了在海拔一千六百公尺的山灵溪上, 成欢于近百岁的老恩师西前的愿望。 现在,剪辑山灵溪游中的片段,敬请诸位大德观赏。 东坡居士说,清兮浅水行舟,是赏心乐事之一。 大伙来到山灵溪第一件事,就是请老恩师元溪泛舟。 我们安排有船队随行,吹奏声乐。 岸上还有一群启蒙班的老师,手执麦克风,沿着清晰行影。 一时情声诗韵,回荡在山巅水眉。 笑盈盈的雪宫,一再捧起水草,向弟子们致意。 山灵溪海拔高达1600公尺,山上空气清新,又有清澈的溪水和雄伟的瀑布。 景色十分优美,但是山高路险,绝非九六高陵的老恩师所能攀登。 于是,弟子们预备了轮椅和足教,一群文弱书生,欢天喜地地抬起老恩师,迈向山境,寻忧仿盛。 这两位年轻人,就是连社前任社长林姿木和现任社长陈霍如。 这一幅诗生和乐的关普图,背景是高山和流水,如今成了大家永恒的回忆。 雪公经常提醒大家,为学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更勉励年轻人说,求道,求学,永远没有毕业的。 也一直表示,自己为学传道,是至死而后裔。 在老人家往生的前半年,除了照常、讲经、上课外,也走访了台中附近地区的许多部教所,如太平部教所。 路港部教所。 静夜惊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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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园部教所及东式部教所等 老人家勉励大家要真心奉行教义 用智慧上求佛道 用慈悲下化众生 并且要尊奉三规五戒 即便是没有受戒 也要发心守戒 有劝勉弟子们要深信书果 多积福德与应德 不要争名夺利 社内同修 俱为一体 不宜分荡分派 相互攻击 更不得兼修外道 以邪乱政 至于对待同教团体 雪公一再叮咛 不问出家与在家 凡有红化事宜 必须赞叹 不许忌妒 此外 老人家也常告诫同修们 除了探讨教育外 不可不可妄论 不可妄论是非 不可妄论是非 即使个人遭到毁谤 也要平心自喜 有则改之 无则加免 莫于人争 雪公要大家 常常觉知 自己的道德 学问 都极为浅薄 不可心生交慢 所有怜有 要精进修持 积德求学 不惜心生二理 不失一切 为众生拔苦与乐 老人家说 睡不晓得 睡也不晓得 学说敢睡什么 这就还要进来吧 这有个句话 学说 你打了假 都得要称说 又不能以称说啊 怎么叫笑话啊 但在那边 教育健康人主 在讲话 这个 一说话 那就照着佛的行为做啊 雪公在民国七十四年底 体力明显衰弱 然而 七十五年 二月新春 华言讲习 依然开讲 多年来 雪公每逢 讲华言之日 便少吃少喝 怕的是 讲金的两小时里 敬手不方便 弟子们十分不忍 屡劝老人家多休息 雪公总是说 我留着这身体 权威说法 既活着一天 就得讲一天 活着一口气 就得讲一口气 当弟子们 劝老人家多吃些的时候 雪公又说 我吃精神与菩提子啊 雪公就像他自己写的诗一样 景重太英勤 曾无见寸英 可是被度化的弟子们 又有几人长夜性 不复转轮心呢 宁国七十五年 三月十二日 雪公最后一次讲金 体力十分衰弱 老人家说 雪公最后一次 小明七八 琴瑯小明 貓眼歪流亡 阿美將 琴瑯 琴瑩 琴瑩 琴瑯 琴瑩 琴瑯 琴瑯國欠珈 琴瑯 老人家最后送了一段经文 颤抖的手合起了经本 由弟子们扶下讲台 从此告别宣讲了17年的华言讲习 民国75年4月8日的佛旦节 老人家还参加游行 站在街口向连友们致议 到了13日的清晨 老人家交代了一句 一心不乱后 便庄严地成就了他佛子的菩萨生涯 雪宫法缘尽了 缩破尘缘也尽了 留给我们的却是山高水藏的慈恩 道德和无穷无尽的感念追思 台中联社在雪宫往生后三年 遵照雪宫大陆家属的请求 将领古护送樊底故乡 山东济南 并安错在风景秀丽的 玉寒山路 满了老师母及哲寺李云熙先生数十年的心愿 民国八十年四月 雪宫往生后的五周年 台中联社特辟红道楼一楼 为雪卢纪念堂 永久陈列雪宫衣冠文物 法相等 今年四月是雪宫往生后的十周年 又扩充二楼 完整陈列雪宫正气阶寓所的圆貌 赌物思人 更加深了弟子们对老恩师的如目之情 雪宫虽然离开了我们 但精神却永远和我们长相左右 现今连设的涉务 信有周圣游老师和徐志明老师 继续领导 一切都照常运作 每周三的华言经验 由周老师圣游接续主讲 周四的经验 由徐老师自明主讲 连有文法听经 亦如往昔 至于其他的弘法活动 如弘扬儒家文化 启发人性 奠定学佛基础的论语讲习班 依旧一期一期的 由周徐两位老师讲授 发挥社会教育功能的社教科 辅导联游子弟的国学启蒙班 以及 寒暑假的大专佛学讲座 也都一柄雪宫初中继续办理 一年年的接引有缘众生 联社各念佛班的联友们 大家依教奉行 精勤念佛 除了各班自行聚会外 还按月分批到联社 共修 十年来 每个月的农历初一到初七 联友弟子们都会在联社 念佛七天 回向雪宫恩师 联社各联体机构 向菩提仁爱之家 慈光玉佑院 和般若经社等的业务 也都正常地推展 凡我连有弟子 都应当时时谨记 雪宫教会 上下六合径 谨守连设射风 护教 护法 正心 礼品 精进念佛 以报施恩 更远老人家的精神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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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备 后学 晚生 最后 我们用雪宫 以禅足为题的一首五言绝句 来缅怀老人家的精神与悲怨 缅怀老人家的精神与悲怨 缅怀老人家的精神与悲怨 不忘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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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忘自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